甄嬛传里面牵连出来古代女子的故事 这一期咱们来分享一下关于这句 河北真蜜翘 江南有二桥 河北真蜜翘 四大爷又念错语字 人家不念真蜜人家念真福 但咱们单看这一句呢 只能知道真福是中国古代的一位 非常俏丽而且漂亮的女孩子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在甄嬛在选秀 她刚刚要开启宫廷生活的时候 引用了真福的这个典故 有没有点什么暗粗粗的浴室呢 咱们来说一说 其实真有点可想象的空间呢 真福是谁呢 她原本是袁绍的儿媳妇 然后当时曹操攻占了夜城的时候 她的这个儿子曹毕 带着部队冲到袁绍家里面抄架的时候 她一眼就瞅上人家这大美女了 就把人家这儿媳妇呢 就占为己有就变成了自己的媳妇了 这个吧 只是正是故事的刚刚开始 这里面的恩怨情仇才刚刚开始 曹毕后来当了皇帝登记了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然后呢 她作为一个皇帝的妃子 他和曹丕的弟弟曹植 据说是有那么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具体有没有呢 咱也不太清楚 就是你去看那个曹植写的洛神父 据说那篇文章就和真福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而且你看电视剧里面演的洛神父 当时是被这个甄嬛 跳成了一曲惊鸿舞 里面的那些歌词 什么偏若惊鸿 宛若犹 这就是曹植的作品 天若惊鸿 宛若游龙 荣耀求聚 花冒穿送 而且当时在这个甄嬛跳舞的时候 是谁吹奏笛子伴奏 然后甄嬛的那个舞姿 才渐入佳境的呢 你能看出来点什么 对不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点小遇事啊 这个甄福是曹锐的生母 他生的这个儿子 后来在曹丕死了以后 就登基成了新的一代帝王了 但是呢 你说这里面有没有点什么隐喻呢 这略弱了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甄福他一辈子自己是没有活着当过太后的 他儿子当皇帝之前他都已经去世了 但是这个身份毕竟在那里嘛 这个细思有点疾口